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陈舒贤 我是薛林泰 在今天台北股市部分的话 盘中又是一个杀盘的力道 尤其在OT市场方面的话 尤其在投信法人 从过去进行任养 现在反手弃扬的股票杀得可凶了 那么最后收盘 虽然可以感受到 有些低级的买盘在前进 不过这个行情 会不会担心出现比较重要的转折 还是说这题材性的掌握呢 丁台兄 其实该烦恼的也不只是我们 我认为该烦恼是 一直一直在买多单的外资 真的很烦恼 我不辨你 如果你这样子到这个 像昨天大买的 5万多口的 你看到现在 今天指数还是跌的 比如说到目前 为止的话 这个5万多口捞不到什么便宜 对 那除非说 你真的 国际股市场 不知道 吃到什么 大力丸 然后狂飙的话 不然它真的很难收藏 以及时间波转折点到 所以我常常讲说 外资 现在 现在 你录得很快看 你看1301 看一下1301的台数 你看这个 这个一定在尾盘都要动作要拉一下 你看这尾盘是拉上来的 动作一定要拉一下 然后呢 这个 这个2881的富邦金 你看这个 因为你没有办法 你是为了指数 那你会被 投资票你会为了 被这个所迷惑 当然指数有指数的操作策略 指数你不可能用日线 月线 周线 小时线都嫌太远 指数大概是5分10分钟 在那边绕来绕去而已 你也不可能是因为 因为外资买这个富邦金 你就认为 我这里大多头 跟他长线做指数 大概也不会 大家想一想 我讲 那你看这富邦金 你看这尾盘的金融股 你看那个国泰 把盘下一路拉到平盘 你看看 最后一笔都急着拉上来 可是台积电 却是带量 带量是在沙盘 那精彩的不是现在 精彩是从下个礼拜 的联准会 苹果 因为今天盘后 大家你可能不知道吗 今天盘后 Google 好像跌了5% 6% 微转好像跌了5% 6% 我今天晚上 你不要太得意 苹果也不太妙 所以呢 一样 我们今天 还是要跟大家讲 这里时间坡的点也到了 至于时间坡是几月几号 还是要跟大家讲 就好像我说 这两天跟大家讲 波段的空头出城 那股市走到这里 不能跌 现在不只不能跌 只能强涨 你拖时间拖久 来到5月份 就是五穷六绝了 就是大家熟悉的 这种不太对劲 报税 一大堆的 所以这里不能跌 那不是不能跌 这里只能大涨 目前这里只能 未来一个礼拜里面大涨 可是下个礼拜 却没这个机会 却没这个机会 搞不好还大跌 所以呢 国际股市也进入 重要时间颇转折 投资朋友 你务必要把握 这个反弹的逃命卖点 当然赵冠律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莫把逢金 以前常常讲的一句话 莫把逢金当马良 万般拉台只未出 这个我在一万点去年就讲 一路讲这个 就跟大家讲 万般拉台只未出 那就是怕投资朋友 你错乱 以为跌这样 才刚 这个才跌很深 应该赶快去抢买 什么 这个错 如果以国际股市 如果要拉回的话 才刚要跌 那台北股市我们看加钱指数的日K线 你看一下也是从 从低档 再把它缩小 从过完年 那不不一路涨 也涨了一大段一千多点 这个投资朋友 我们凭良心讲 这个有没有像头部 你看看这个有没有像头部 破线是应该追空的 注意一下 好 那么 麻烦导播 给我们照一下 我们这个电脑的图表一下 电脑图表一下 待会投资朋友 这个礼拜 有够重要的重要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 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来把握 我们这个广告活动的一个资讯 好 现在把时间交给这个苏贤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收盘的数字 最后收盘的话 还是一样 收盘下跌了三十二点 八千五百三十五点 倒是量的部分 也只有七百八十五亿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了 再回到节目现场 东西国际股市脉动 将您如何趋吉避凶 四月二十三号 礼拜六 上午在嘉义 下午在台南 四月二十四号 礼拜天 上午在台北 下午在中立 免付费报名专线 零八零九 零七七八八八 零八零九 零七七八八八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防救 就是护免针 营养素 只有均衡营养 是不够的 补充激励 才是关键 百事可营养素 负一加 创新添加 福西氨酸六千 不只补营养 更补激励 新一代的营养素 负一加 百事可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 隔热隔音 防救 就是护免针 专家说 透过亲子互动 可以激发学习 听 哇 大海在里面耶 让每次互动 变成最棒的学习 它需要新美丽 科学学证 HighQ Plus 营养系统 除了DHA 还有叶黄素 胆碱 牛黄酸 刺激网络连结 激发学习力 看 哇 有魔法耶 不是 是寂寅居蟹啦 妈妈加新美丽 激发学习的黄金组合 Just stay calm and move as quietly as possible No sudden movements Search Dega Beach House Aldi ASX 明日的直觉科技 ASX O-Road Quattro 全新登陆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母亲爱奇黄山茶花 钻石表 妈 你辛苦了 让我买张好床 孝顺你 请民调党看 我们最新的电动调整床 这高度最舒服 这是恒温材质 给您最好的睡眠温度 还会震动按摩哦 想不到床 也可以这么享受 妈 让我和这张床 一起孝顺你 那你要买一张 好好照顾你自己 床的世界电动调整床 只料岳父三间亲 母亲爱奇黄山茶花钻石表 好 台北股市部分 最后收盘的话 虽然是下跌 可是比较于盘中下跌 甚至下场当中的话 这跌幅是进一步的收敛 下跌了32点 8535点 量是785亿元 接下来鼎太兄 重点叮咛了 好 这个比较重要 你今年做一整年 就是在下个礼拜最重要 我不会跟大家乱讲 因为我讲这个预告 已经在好几个月前 跟你讲 今年最重要就是 四月底五月初 下礼拜就四月底 再下一个就五月初 那这是一个 其实我讲这个 大家应该知道说 那么多年 因为我也跟大家提到说 我比较喜欢去面对群众 然后跟大家上上课 聊聊天 那这礼拜就是 我说过是今年最重要 是以后你不见得要来听 要来看我了 但是我希望你这个礼拜一定要来 是我给你拜托的 同志朋友 全国的同志朋友 这礼拜天气还不错 我们大家出去走走 我们有空出来走走 就这么一次 这个礼拜太重要了 如果去年 去年你知道这个时间 去年你如果知道这个时间 这是去年的五月八号 来我们稍微照近一点 这是去年的五月八号 来稍微照近一点 这边照近一点 去年的五月八号 一万多点 这是去年 有没有看到 这是2015 今年是2016 去年五月八号 而且五月八号现在还没到 去年的五月八号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 我说关键五月 五月魔咒 我说万点以上空间有限 万点以下深不可测 后来这个因为暴跌 暴跌拿这个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就很令人 大家压力很大 我也觉得压力很大 后来我就把这个深不可测 有没有 就改成小心小心 那后来这个跌的过程当中 不断让就是同业也好 都一直拿我当剑靶 什么深不可测 后来真的暴跌 而且我说是六年来 第一次看空 过去这六七年 就是105年 104 106之前都是做多的 那第一次看空 然后暴跌 一跌就跌了三千 三千点左右 是不是深不可测 那这个情况还会不会发生 有没有 为什么又看到一个魔咒 520的魔咒呢 有没有 重要关键转折点 而且其实我 我过去这几年 我这十几年来 如果投资朋友 你有习惯来听我的 尤其这个礼拜那么重要 那么重要时间 你来听我的 你都能够躲过 去年的万点 你可以躲到 躲到七千多点 都没问题 你都可以躲过 我记得我去年放空的第一档股票 我永远不会 叫3673的陈宏 我放空他 那时候 两百二十几 有两百二十到两百二十四之间 陈宏到现在也是七八十块而已 也是七八十块 七十几块而已 那最低还跌到五六十块 所以我说我投资朋友 那时候的台积电 这个宏达电都还在 一百五六十 这以上 你看现在宏达电都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对跟错有时候是一线之间 你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我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这一次的活动 这一次的活动我能够在 在这个 跟大家 这个面对面来 来讲解一下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只要听我讲十分钟 你说老师要听你宏达电 我要跟朋友出去玩 没关系 但这宏达电对你很重要 你给我十分钟就好 十分钟 以后遇到这个情况 任何这个情况 全套的你就知道 为什么美国股市还在找我 去敢讲这个话 为什么叫联准会的利率会议之前 财报 这个季报公布之前 如果美国股市是拉台的 公布完之后可能就怎么样 我会把整个统计数据拿给大家看 股票上 原本就是统计数据 统计做得越精湛 越完整 你就可以这个掌握 这所谓的专业 好 那美国MI生机 昨天差点创高 波段高 可是台北股市呢 真的高 美国今天就是靠这个而已 其他都跌 昨天就靠这个 今天风险更大 待会大家就知道了 那台湾生机股 不但没有风云在一起 今天都全部杀到跌停 台湾的生机叫做什么 叫什么 特别 政治风暴来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再绕上来 这个是不是魔咒呢 你的心里要优手 去年台北股市从一万点跌下来 大家都知道说 台湾是全世界最弱的 那今年以来 因为国安基金拉台 我这个五万靠四万靠 那都在一起 你会说今年好像是 今年年初到上个月 你说台湾会是全世界最强的股市 没有错 根据同意资料也是 我再讲一遍 去年啊 去年啊 是全世界最弱的 今年年初是全世界最强的 那告诉我们一件事 未来台北股市 也有可能 又再一次变成全世界最弱的 这样你知道的意思吗 有变成全世界最弱的 最弱的 他也可能在循环 看来机会很大 投资朋友 你要讲 好我们最主要 是要把我们这些大户指标 这个买在起涨 我说了 买在起涨 然后卖在起涎 不是买在最低 也不是卖在最高 没有那种东西 每天都会跟大家说 没有那种东西 事实上我也不认为 有那种东西 有的啊 早就都偷偷起来 还赚了 还拿来卖你 小时候有这么好康的事情 你知道大乐透 大乐透还是威力财 投资 你已经知道了 知道那几乎了 你敢不敢跟别人说 你敢不敢跟别人说 你别说啦 还有人嫌钱多的吗 所以我就跟你讲 我们没有那种买在最低 空在最高那种东西 这是合情合理的 这是合情合理的 好 那么一样 那我们还是看一下 还是看一下这些 这些活动的范围 活动的范围 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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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全台 北中南都有了 北中南都有了 希望投资朋友 我们能够 很快的看到 这个 希望投资朋友 我刚才说过了 赞马给你拜托 你不关系 来都没关系 但是明天才一定会 明天后天 这两天 重要时间一定要 好 那么还没有 这个 进广告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操盘工具里面的内容 国际股市 你看看 已经没有什么特色 已经稍微 之前就看到一些红 现在没有了 那唯一的就是 还有机会 就是你看 那个美国生技股 昨天涨了快3% 它也是没有过高 不过昨天是靠它撑的 所以 这个东西是我们 每天找上我们的操盘工具 就刚才就我们希望 把我们这个操盘工具 献给投资朋友 我们组会来参考 看看我们的东西 不错 这全台湾市场 能够做到那么精细 昨天恐慌此处 开始有一点在动 那油价也有一点点 因为现在 这个我在华尔街的报导里面 看的都是油价的利空 你要注意 对这什么 什么伊拉克 什么科威特 好像罢工 他如果告一个段落 油价也不太对劲 现在全世界 那个油的库存 都满满的 都满的 供不应求 然后伊朗说 伊朗说 他说他把那个油拿出来卖 用力的增产 他都不知道你惊 他说他不怕油价跌 他说以前伊朗曾经卖过 六块钱美元 现在都还在四十三块 所以这个极其可 一旦油价下来 苹果也不怎么样 大家都应该知道 那国际股市都没有什么内容 苹果昨天再跌 U105 我说过 这一百零不可以破 一百零不可以破 你看颜色已经不是红棒 已经蓝棒 这一百零不能破 那美股之间也没有 都几乎都是 慢慢在走跌的 昨天是跌很深的UA 这之前跌爆跌 就有点反弹 这个目前还不具参考性质 那看来国际股市的原物料 也有点在回档的现象 大家要注意 那我们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讲 我们这一套操盘工具 除了这些 当然还有中国股市的内容 因为这两天没有时间 跟大家讲中国股市 好 那一样 那我们 因为东西比较多 怕投资朋友没有办法消耗 所以我们好像七点多 我们这一套 这都是我们自己出现的文字 你看我们这今天的综合分析 第一条叫什么 现在盘后电子盘财报公布 微软怎么样 已经跌了4% 谷歌跌6% 星巴克跌5% 这个都是全重股 所以今天晚上美股孔不太妙 大家要注意 当然焦点还是在什么 底下我这一行就写了 美国联准会红色的 4月26号27号开会 多空即将 这个完全的表态了 那所以这时候大家就要 帖国警察 保抵戏 经常在讲 帖国警察来 是不是 这点很重要 当然我们是已经开始 我们前几天就跟大家讲 不太对劲 你就避险操作 空单就持续可以 看到你获利的一个状况 好 关于这个指数 麻烦一下苏贤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指数收盘的行情 那么在收盘当中的话 首先看到台股指数方面 下跌了32点 来到8金498点 这台股指数部分 再来看到电子指数部分 下跌了2.15大点 跌幅在0.64个百分点 最后来看到的是在金融指数 跟摩台指数方面 金融指数在今天相当关键的 撑盘的作用 结果 弹幅达到0.39个百分点 上涨了3.6大点 而在摩台指数方面的话 这是跌幅在0.29个百分点 下跌了0.9大点 好我们来既然讲到指数 我们就看看我们跟大家讲的 这个叫我们的台股的 希望特别我希望把我这套工具拿给你看 这个叫我们的终极 来照到这里好了 台股的操盘指标 我们照这几个字 有没有 这个 那你说做很短的 你就不可能用什么小时 30分钟 连15分钟都嫌长 那只要当天 当天的运作 这是昨天是这一段 昨天是这一段 那前天是这一段 每个都有转 那有的是接近尾盘就意义不大了 有时候只剩最后尾盘 一二十分钟不大 那昨天你好赚就是这一段 那昨天有出现两个转折 前天出现两个转折 然后在底部再弹上来 你要用你要操作这种 所谓的这个关于指数 或者当充的股票 股票也可以放进去 大家应该知道 所谓的操盘工具软体 就是让你可以适合任何状况 你可以指数 你也可以个股 现在很多人在做当充 个股 个股 到这边我请教你一下 你做个股要做当充 请你用哪一条线看 月线 你也开玩笑 一定是短时间的线 这可以用在个股都可以 好 那指数这个是昨天是这一段 那今天很有趣 今天是一大堆转折 一大早在那边盪来盪去 那你说有空间 有 可是你不容易做到 就是说 通常今天算是算半难做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击杀了这一点 其他都是很快速的 那你说你会赔到什么钱 也不会 就这个二三十点边绕来绕去 今天比较像样是这一段 但是今天有两到三段 算是还可以接受 那尾盘就没有意义 那动能指标 整个尾盘就趋不见了 所以大户指标跟大户操盘 你要把握像这个 这个一个有没有 同步翻空的空点 这个同步翻空的空点 当然它没有 大概是相对的低 没有在这么低 就在这附近 所以我其实强调说 我的东西不可能有最低跟最高 我也不相信有那个东西 那我也阶层的邀请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那个东西 对吧 你带到我们的活动场地来 介绍给老师看一下 我相信你不可能 我来说 钱那种 这些东西 什么会贴着 钱也不贴着 知道人们都到达米去 来打 还有那种东西 没有啦 我们把你的心胸放开一点 不要强求 向起涨跟起跌 掌握得住就好了 好不好 结局那中间最甜美的一段 好 我希望我们这一套 我们再造一次 台股 这个 个股也一样 这个 中期版的 那我来介绍这两个 因为现在 我既然是要到 跟大家办活动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讲太清楚了 希望我们能够在直接在现场面对面 跟大家讲什么叫大户操盘的动能指标 什么叫大户操盘的技术指标 两个怎么合而为一 怎么断行情 我想个股我们可以做得很好 相关的指数我们可以断得很准 那很准也不叫做百分之一百 希望大家一起来 这个格局是如此 好 那一样我们先从苹果来看 这个苹果 苹果不太对劲 那一百一切切往下 那更证明我当初跟大家讲 华尔街就是看到一百一 十到一百一十五 那果然没有 没有办法再上去 台到这里外之说调高到这里 果然是骗人的 这个就有一点叫假突破 假突破 那明天呢 这两天包括今天晚上如果破了105 那就是真叠破 就这几个叫梅酒了 梅酒了 我没有评价股 你率先下来了 那这是我们在这一块跟大家讲的 好 那么加点指数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你还记得吗 我经常跟你说 你这一次麻烦事情还蛮大的 有一些股票已经不太对劲了 生计啦 太阳能啦 苹果啦 你看太阳能跌成这个样子 好 那么一样可见 我同时有跟大家讲过 那个欧元如果升值到有利于报价 可是报价还在跌 那最不妙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生 是不是隐含着美元不再跌了 这两天美元已经开始在足底的样子 美元不再跌 如果欧元啊 美元如果上来 那日元啊 日元跟着升值 到这边下个月就精彩了 你要像东西这样 所以我跟你讲说 万般拉台只会出就是这样子 好 这是我去年跟大家讲的 5月8号 去年 现在要4月20几号 这一定是去年嘛 1万点在这附近 那一样我们这一次啊 这一次在三天前跟大家讲说 这个开始避险操作了 这三天前看一下时间 10月19号 我说过嘛 我不可能让你在最高点 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了 那我说过这个叫四手黑盘 这个叫四手黑盘 我们拿今天今天可能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叫四手黑盘 这个也是四手黑盘 四手黑盘一定有反弹 四手黑盘一定有反弹 那你刚好卖在这个 卖在这个点 刚好卖在这个点 空在这附近 还可以接受了 那我们这一段时间是 从去年开始是空在这里 空在这里 我都有证据 我都有证据啊 所以我也不怕人家污蔑我 我也不怕人家污蔑我 我说我7000多点矿空 我也不怕人家 因为我都有证据嘛 我任何东西都有证据 我这边没有翻多 我是在这边才翻多的 我这边才翻多的 因为这个 这个可以变成WD 那这里没有成功的话 又来到5月的关键转折的话 这个下来的话 那这一些点都有可能去跌破 你要注意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自己心里要有数 那我怎么跟你分析的 到时候跟你讲 美国很可惜 美国现在在涨这个 可是台北股市的 升级股跌得很重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什么 政治风暴 就好像我说的 这就变成了 你比如升级股 今天你再破坏 所以我跟他讲说 他可能变成政治风暴 那政治风暴 这个一搞下去的话 整个升级股就很麻烦 非常非常的麻烦 你该卖要卖 我们什么天啊 邦特也卖了 前几天 刚刚刚特技术面都还蛮漂亮的 可是想一想 我们也 也把它卖了 邦特也把它卖了 我把它拿给大家看 我们也把邦特卖了 我把邦特卖了 这个邦特 虽然还没有转 转成怎么样 可是你看邦特多漂亮 有没有 该卖也是卖掉 那顺势来看看几档股票 我觉得 投资朋友 三五三张这个叫什么 加折 你看加折 你看这个技术面是这样子 从高档下来 你看 全台湾 大概持有我们的操盘工具 大概我不敢跟白 没有绝对的 因为我有 看一下市面上 像我们这么清楚 表示说要反手做空 你看我们操盘工具多精彩 反手做空 反手做空 加折跌成这样 这多少 那一百十几 一百二十多 跌到九十了 跌到九十了 这个加折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这个五四七八的置冠 这个也都不太对劲了 几个空方下沙点 你看这个置冠也是一样 都是 从高档崩着 你看 置冠 高档 自冠 从高档这样暴跌 反手做空 这些都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 这很多股票 这个 这个也不是大家所想的 那么简单 像这个叫什么 叫神准 还在神准吗 我们把它稍微 置放大一点好了 还在神准吗 这个 你看这跌成什么样子 你看 神准 你看 有没有 跌成什么样子 营收还大赚 这个 基本面很好的 你看 都是反手做空 你看 你看我们操盘工具 投资费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股票 你如果有股票 就带到 这个我们的 这个活动里面 来给我们看 这个浴金 有没有今天再破底 浴金 你看今天再继续破底 今天继续破底 这个叫断头缺口 一旦断头缺口 就没有那么简单 跌破这里 这个叫断头缺口 浴金 这个一跌再跌 我今年年初跟大家讲说 再跌 本来我认为 这边是有机会的 结果没机会 你还是要卖 还是要卖 那么 这个 我倒是没有做过太阳冷 我们做过 做个是那个 六四一一的 小赚一两毛就跑了 走好 走好 台义怎么说 筋照较好是不是 筋照较好 卡手辣 那主力股叫什么 主力股都不对了 这个 这个都要避嫌的 贷序股票大家都要注意 同心店也是 都是比较业内主力的股票 全部都垮了 都垮了 你们看到 敦泰也是 这个越看越不对劲 越看越不对劲 像这个之前 主力爆大单 都在出货了 你看这个很明显都在出货了 这老哥比较惊恐 这个 很多东西 大家要心里有数 我们再度跟大家讲一下 投资朋友 请你待会要留意我们什么 麻烦导播 把我们留意广告当中活动的资讯 我们这次在 很恳切的 很诚恳的 邀请我们的投资朋友 这礼拜 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活动 待会你要看我们广告当中的 这些 这些 活动范围在这些 这四个 那一样 转折点 魔咒这些 投资朋友 这一个 这一次的活动的话 你可以用一整年 我还是那一句话 很诚恳的邀请投资朋友 这一次太太太太太重要了 天气不错 跟老师见个面 我们把这个详详细细的内容 来跟大家讲清楚 时间波转折在哪里 接下来的动作应该要怎么样 你有什么样的个股 我们用操盘工具来帮你解决 你想像看到什么 叫做买在起涨 空在起跌 这种操盘工具的话 我们创造这什么 终极的 这个终极绝版当中指标的话 我们一并来呈现给大家 这一百是真的是 今年最重要的时刻 错过了这里 你会一看到 今年年底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鼎太兄 那么关键时刻 关键开奖 提议给大家重点所在 感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